哈嘍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头今天继续我们的厕所塔房啊我们又再度回来了各位看见我这下面的单位的没有 有没有看见啊没错老头呢花了一点时间哦哎终于把这个新出来的啊火机箱子复活节火机箱子的单位全部都弄到手了怎么弄到手呢 前面这两只啊上一集抽的时候两只都抽到了吗对不对那这一只怎么拿的呢啊这一只有点杂重本了不过我觉得没差因为有拿到就好了这一只呢我觉得我是赚啦哎我们先讲一下这只我怎么拿的好了我直接去那个官方DC群里面哈就喊说三只神话换一只啊然后呢就遇到了这个人啊然后原本是我想要拿三只泰坦电影人因为我觉得我抽太多了 啊就是我们在抽那个嘎德里神话的嘎德里的那一只抽到太多副产品了就是神话太多只了小时候把电影人拿来换掉啊就他就要求说可不可以把其中一只换成别的故障或者是或者是这个UTC啊然后没没差反正之后神话也蛮好抽的啊然后我就这样跟他换了对他来说他应该是赚啊可是呢以我自己的立场我是赚因为我可以拍片 呵呵呵拍片之后就有一点钱钱可以拿啊这个对我来说是赚老头之前不是啊有抽到两只嘎德里吗一只借自尊心嘛对不对然后他还无聊塞四只东西给我到时候一样要还他啊他我借他一只嘛然后呢我剩下一只嘛这一只呢我就拿去跟他换这两个啊换了一个南瓜神话刚好我没有因为之前是跟别人借的啊之前跟别人借的 然后呢他居然跟我换了现在只有五百六十六只其实呢目前还算很火很火其实呢目前还算很火这一只还是非常的稀有结果有人居然要跟我换啊我大概能够想象啊他应该是抽这个抽到快哭出来了因为这一只啊0.01的几率真的是太低了如果你没有通行证你也没有吃幸运你就只能0.01 其实讲真的一般玩家是很难抽的到的一般玩家我是觉得很难抽的到但是呢啊我觉得这个应该只会越来越多火机呢数量一定是就固定了因为活动结束他就没了嘛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我是赚啊那他我觉得他可能会亏因为呢将来这个电视一定会越来越多啊因为他只要是赚啊那他我觉得他可能会亏因为呢将来这个电视一定会越来越多啊因为他 mantle他怎样呢只要有新加主血再用了他的注控制 doesn't making his rigtig 你就会有能够 enjoyed 然后呢他抽他的货币又是金币经币又是最好获得的 你虽然也会 STOP 所以其实长远来看我觉得我是x 啊短期来看我可能是亏 耀魄童呢就是想要今天来实测一下这个4支新的单位长什么样子威力如何这样子搭配我们的اد 冰田啊我們的南瓜田啊這樣子應該有辦法打 馬桶總部的普通吧 哎我最愛馬桶總部了我又要打馬桶總部了 啊不要選普通啦選死屍好了 我覺得我們應該是可以撐的過吧 還是普通普通只有30波有點少會不會來不及啊 啊算了選普通好了我不想要打的這麼硬 對而且這一隻呢350就可以召喚出來了 南瓜是多少南瓜是500才能召喚是不是 我有點忘記了這個範圍有點小欸然後 我現在發現超好笑他長這個樣子 他怎麼長這個樣子也太好笑了吧 我先放一隻這個啦 哎看一下怎麼怎麼攻擊 他直接射那個雞 等一下我把聲音關掉我打開一下 哎好好笑哦 火雞攻擊 火雞攻擊 講火雞話是不是啊 哎然後他350可以升上去哦 可是我有點想要先 弄我的農田 因為我很怕 我很怕我等一下沒辦法撐住 等一下升上去會不會直接越叫越大聲啊 會嗎會越叫越大聲嗎 那我應該會吵死吧我覺得 來升級一下好350升上去 哎 直接傷害變300了 哎他等級二升等級三加的攻擊力好多哦 哈哈哈哈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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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笑死欸 六百塊升上去我看一下 更吵 範圍更遠了 還好我只放一隻而已 要是我放一堆我可能就瘋掉了吧 吵死人了 對啊你看這個惡趣味我覺得好好笑哦 哎呀挺有趣的 啊然後再升上去是900是不是我看一下 900的話呢升等級是攻擊力加100啊 範圍加5變成0 呃再扣0.15 這個聲音怎麼聽起來有點猥褻啊 哎射射程超遠的25其實很遠耶 你看他已經到這裡了 怎麼覺得有點有點強啊我覺得 好啦這個看完了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隻 這一隻是那個火雞攝影師 啊他的範圍多大我看看 他的範圍在這裡 哎可是這樣子我就沒辦法攻擊啦 賣炸啦炸洗啊 賣掉 來看一下 一樣是那個叫聲然後用丟的 啊這隻好像就是單下傷害他沒有 啊然後我們把他升上去好了 哎升上去攻擊加100 越丟越快 啊我覺得我必須 我必須要先來弄一下這個好了 不然等一下打不打不過 哎對讓他幫忙燒一下 啊然後呢再升上去要花1200 哎等級2升等級3那個整個那個 傷害都是網上拉一波為什麼 是好快哦 啊我已經感受到我周遭全部都是火雞啊 哎呦好貴哦 升上去要3500哎什麼鬼啊 對啊 然後升上去再加800 扣0.15 是好快 火雞是不用錢是嗎一直丟 然後他升到5等級5500 哇這也太貴了吧 農田弄一下 快點加油多賺一點錢 哎這攻擊其實不弱呢 直接2000哎這攻擊好高哦好強哦 對啊這才死屍而已哦 這個單位才死屍哦 跟跟你們講 然後他這個5500升上去呢 應該啦 應該就最高等了 升上去 對你看 哇他的雞變成紅色的雞嗎 這個雞變顏色的呢 我的天啊 好再來就是我們的 喇叭火雞發言人 很廣欸這個這個超廣的 放哪裡放這裡 放這邊好了 就直接照這樣子哦 好像沒有什麼特效耶 就直接照而已這樣子 然後升上去加250 他600升上去直接250 加蠻高的 對啊他沒丟任何東西 他就是照而已啊 然後二升三 1500 然後扣攻擊力啊 然後再升上去2500 那直接再把攻擊力加回來 還加比較多 哇 哈哈哈哈 欸快要打完了啦 哎呀趕快升上去啊 4000是不是 然後升上去是直接1600 這個可以這個可以賣掉了 我來看這一隻 對啊你看 一樣是會有火雞叫 但是會 會增加那個電視的那個音效啊 欸有點吵就是了 啊我們現在 現在終於可以換到我們的神話主廚了 啊這個 廚師TVman 欸我看他怎麼玩 他是用丟的丟披薩吧 欸真的丟披薩欸 然後直接睡著是怎樣 哇 怎麼可以這樣給他睡咧 效果不顯著 啊400升上去加5範圍 啊然後呢 再升上去再加1500 哦越丟越快 丟披薩達人啊 對啊 丟披薩達人這樣子 然後再花個2500升上去加1000億的攻擊力 範圍加5 0.2-0.2 哦 越丟越快了哦 哦 再升上去 哦就是這個丟披薩達人 哎呀後面要8500這麼貴哦 哇 可是他這個升上去直接加3750耶 哇賽這個 急距也太高了吧 升滿等的 一秒丟兩片啊 這個可以賣掉我們看一下這一隻 對你看他爆炸確實也那個建設傷害有沒有 對啊我們可以放好幾隻 幫我們現在錢很多 對沒錢了 哈哈哈哈 沒錢沒錢了 這個剩一下 都升滿了吧 OK 對啊你看直接 直接在 餐桌上面 直接給你暴怒 用丟的這樣子 有沒有 哈哈哈哈 這個有點強耶 好好玩哦 超有趣的這個我喜歡 啊我忘記這個沒升滿了 算了 這個我覺得應該可以打死屍了吧 我們剛剛是選普通嗎對不對 我覺得我們這個程度死屍可以玩了 啊沒辦法惡夢少說也能死屍吧 哎呀好有趣哦你看 哈哈哈哈 太有趣了吧 現在是第三十波嗎 好像是第三十波 狂丟披薩就贏了 你看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丟不用錢啊 丟不用錢啊 各位 丟不用錢丟不用錢 超爽的 剝剝剝剝 哦 贏了兩百塊 哈哈哈哈 打完了 我覺得這個感恩節 啊感恩節的這個還蠻有趣的我覺得 啊我覺得這車這很有趣 而且我覺得這次的單位好像比上一次還要強耶 你們覺得萬聖節那次的單位跟這次的單位 你覺得哪個比較強 我怎麼覺得感恩節的比較強啊 哎呀啊你們覺得如何啊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讓我知道啊 好不好 那麼今天這一集呢就先到這裡結束 老頭只是想要來看一下這個新單位長什麼樣子 結果啊意外的有趣啊還蠻喜歡的 個人是覺得這四隻CP值都非常的高 尤其是這一隻史詩我個人覺得 真的很強啊 如果你們沒有什麼太多啊 擴餘的資金啊或者是單位的話 你可以先弄這一隻 這隻還蠻強的我覺得 啊那這一隻的話就比較難一點啊 所以說這個就先別想啊 啊能有這隻是最好啦 這一隻更強啊給各位稍微參考一下 好不好 好啦那今天先到這啦 那我們今天呢一樣要抽出啊新的單位給啊在場的觀眾們齁 那一樣哦就是呢這一部影片的喜歡達到1000以上 好不好達到1000以上 我就會在這個影片下方的留言啊抽個獎 然後呢訂閱也要給他定下去哦 並且加上小鈴鐺 小鈴鐺開起來就可以追蹤老頭最新的影片通知 好不好 那我們要抽什麼勒 啊我們來抽新的單位吧 老頭不是說 那個史詩很強嗎 對不對 來 抽三個給各位 啊抽出三個名額 好不好 那一樣在影片下方留言啊 輸入你的遊戲ID 小老鼠後面的遊戲ID 不要輸入錯了 並且留下想對老頭說的話啊 不要複製貼上啊 盡量是啊不要敷衍了事那種感覺 都可以好不好這樣就可以了 啊附上你的遊戲ID啊 剛剛講啊 然後記得就是喜歡要達到1000以上 我就會開獎好不好 就會在留言區那邊開獎 到時候呢 就用小號加你們的好友 然後呢 會聯絡你們 然後就可以交易了這樣子 好啦那先到這啦 感謝各位收看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廁所塔房再見啦 下一集再見 拜拜 好了 1 2 1 2 1 2 1